剛剛已經完成了課程之後 你可以訂閱也可以是自己建的 我們現在要見到群組 那麼群組一樣你可以用建立的 直接這邊 當然如果說假設你是以老師的立場來講 我可能每個學期或每個學年 我會重開新的班級 你可不可以用會出的 就會出再重新會進來就好 你的教材全部都在啊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嗎 像我在這邊 比如說這個 這裡 這個是這個禮拜開的班 新開的班 那如果以後有新的班 我就從這邊會出 但是呢我成員不用會出 其他是不是都一起會出去 我現在見新的時候就直接會進來 我所有資料都在裡面的 就不用說我要一個一個連結 這樣就會快很多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假設 我們在這裡 我就先建一個新的 給他一個名稱 有沒有這裡有匯入嗎 就用這樣 那一樣 好 按下建立 使用方法跟剛剛課程差不多 那一樣的 如果你要在這邊 你就要設公開就設公開 圖片就設圖片 請問一下不公開別人怎麼加入 啊 啊 你就沒有公開我要去哪裡找門路 從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產生代碼 所以各位知道有那個兌換券嗎 所以你就按下去 告訴他我要產生一組代碼 這樣就有了 所以呢 使用者他只要來這邊 在這個群組這裡 群組這裡 群組這裡 有沒有給他代碼就進來了 萬一 你抽到的號碼 有一些忌諱 有些人不喜歡試 你會說 不然還有一次 我應該可以抽到更好的 抽到你滿意為止這樣可以嗎 好 反正代碼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用 就是OK了 這樣就好了 那所以他知道代碼就可以進來 萬一你不希望這代碼流出去 你可以等全部的同學都進來之後 就把它清除就好 這樣就等於說 我不開放就別人都進不來了 這樣了解了 好 那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開始當然最新消息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比較單純 我就不講 我們看這邊任務這裡 是不是一開始都沒有任務 好 那你就從這裡 新增任務 好 比如說我的第一個任務 你可以把每次上課 或比如說聚會 當作是什麼 任務來看 也就是說 一個任務裡面 或一次聚會裡面 我們可能討論很多的內容 很多內容 那就是教材 那你看一下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公開 如果你這個是 比如說是作業 有指定的到期日或到期時間 這裡也可以設定 好 就是你這個時間之前 你要完成什麼樣的任務 好 那你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有三個 這有三個 好 假設呢 你今天 我都沒有訂閱別人的 也沒有建立自己的 沒關係 你也可以用搜尋的 搜尋找哪裡 找的就是我們剛剛在這裡 發現裡面的這些單元 也就是你只要知道大概的關鍵字 你用找的 因為這裡也是變公開的教材 我就來這邊 直接把它叫進來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回到這邊 我用搜尋 假設你要找 我們剛剛的那個 訓飛語音 好的 你只要給他關鍵字 他就幫你找看看 有沒有 不小心就找到老師的 因為這個我有公開 所以我就按加入 不過 按了這個之後 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他說你是要複製一份 還是要引用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差在哪裡 過關條件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 新增教材的時候 有一個叫過關條件 欸你要 這個教材要看完98% 要閱讀幾分鐘 有沒有了解 如果你用引用 就表示說 那我就跟你一樣就好了 所以進來之後是不能改的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你只能刪除 可不可以編輯 不行 這樣知道了嗎 好 那今天如果你是 我想說 因為我可能有不同班級 他的進度不一樣 或者是不同班級 程度不一樣 這一班我多補充一點 然後呢 他的過關條件 我設嚴格一點 好 類似像這種的 欸 我就來看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一個 叫AUTO左右對不對 好 我們找看看 嗯 在這裡 點一下 這次我用複製的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這裡可以編輯 點的有沒有都一樣 好 就是說你可以來 直接修改這個 所謂的過關條件 欸這是要兩分鐘 看兩分鐘的 才可以過關 這樣就好 好 這個是第一種 第一種 那你按新增之後就可以 你就有一個任務在裡面了 不過呢 如果你任務 進來之後 預設是關閉的喔 也就是說 其實 像一般來講 我的任務通常會怎麼樣 因為我都複製進來了嘛 對不對 我已經撞過好幾輪了 我都已經 這些教材就 可是如果一次就 啪啊 全部出來 選修這個特殊同學嘛 這樣嚇死 老師你太怕 我要退選 退選 我們就不用 我們就給他 看兩個三個就好 先讓他 知道說 老師好像資料沒有很多 沒關係 我就慢慢丟出來 慢慢丟出來 這樣其實他會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你要開放 就開放 這樣就可以 這樣清楚了吧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那如果你要繼續編輯 也可以 就點這個 就可以繼續編輯 那我就新增第二個 第二個任務 第二個任務 一樣我可以先開放 那麼我們剛剛看的是搜尋對不對 選取單元指的是什麼 你自己建立的課程 或自己的 或訂閱的課程 還是你加入的群組 或建立的群組裡面 我去挑出來 那這裡面呢 有可能是公開的 也有可能是不公開的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訂閱的一定是公開 比較多 當然也有可能是不公開 但是比較少 但是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是自己建立的課程 我就可以看 我這次要加這邊的 註冊篇加進來 學生篇或一樣 所以你知道 用這種方法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要整理課程 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你整理的 或者有訂閱的 我就可以從裡面直接挑 也不用一個一個加 那我就用引用的 有沒有一次就全部進來了 這樣就全部進來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如果按新增 這樣兩個就進來了 所以兩個就進來了 欸 順便問一下各位 請問任務可不可以調整順序 通常我會問可不可以都是可以 只是在這裡不能調對不對 你要從哪裡 比較完整的編輯功能要從右手邊這裡 你要從這邊 任務 完整的編輯功能在這邊 有沒有可以調整任務的順序 甚至改名稱啊 什麼那些都可以 所以你就從這邊調 如果你要開放統計就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就是開放全部的統計給你看 就在這裡 這個是順便補充一下的 最後我們來看剛剛那個囉 剩下一個還沒有 還沒有的是哪一個 第三個對不對 第三個任務 建立單元 也就是因為早期OneNote的標準方法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 先有課程再有群組 但是有些老師說 我就沒有那個美活時間去準備那麼多 對不對 我只想經營班級 那你就來這裡建立單元 有沒有覺得上面這個有點熟悉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課程一樣 可是這邊的 就是說 我就針對這個群組 針對這個班級 我就臨時建立 就臨時建立 那你用這邊做 跟用課程做 兩個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這邊的課程 你沒有辦法直接複製 就是這些教材 而且 如果以後你教材有更新 比如說我剛剛這個 重新認識 如果我的內容有更新的話 或者是你自己的教材內容 假設是你自己編輯的 有更新 他這邊不會跟得動 就是如果你用這個建立單元的方式的話 等於說每一個都是獨立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放在課程裡面的 這個裡面的 你一更新 叫做本尊變分身就跟著改變 也就是我一更新的這裡 所有有用到課程的 教材的 所有群組會跟著一起改變 所以 比較標準辦法 我們通常會比較鼓勵用課程 把你的教材建好 這樣子 更新的時候 就是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 那如果你覺得說我臨時 偶爾有個需求 比如說我只針對這個班級 我做問卷調查 那當然你從這邊增加 我不反對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呢 讓各位稍微了解一下說 其實 在one note裡面 你要做 有沒有很困難 我相信各位 不要說用三個小時 其實用一個小時就 這些慶菜的混淆 我們再說三兩間 只是因為我要中間給你看一下那個表演 就讓你看三個小時 哈哈 你了解那個意思了嗎 它的操作的一個就是 門檻相對是蠻低的 跟其他的平台比起來 我相信各位 你跟中正的比起來 有沒有發現這個容易很多 中正還比較複雜 我都還不太會 我用了一個學習 我後來放棄了 哈哈哈哈 OK啦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這樣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蛤 都沒有問題了 就不要再看小哥囉 好了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